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來上海迪士尼樂園推薦的住宿喔 晚上有壁畫上的米奇 陪著小朋友一起入睡 感覺超棒的 可以在酒店內 見到超可愛的玩具總動員朋友們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可樂旅遊小編彩彩 我是可樂特派員珍妮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來上海迪士尼樂園推薦的住宿喔 我們總共要開箱兩間酒店 名字上海迪士尼樂園酒店 以及玩具總動員酒店喔 沒錯那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進去看看吧 首先要來跟大家分享入住上海迪士尼樂園酒店有哪些好處 最大的好處 絕對就是能在酒店內見到迪士尼朋友們 他們有時候會在大廳 有時候也會在盧米亞廚房的餐廳門口旁與大家見面 若是有機會遇見他們 絕對要把握機會合照留念喔 再來介紹其他好處 若是要從酒店前往上海迪士尼樂園 酒店有提供免費的接駁船跟接駁巴士 鞋子也要入住上海迪士尼樂園酒店 就能提前至多一小時進入上海迪士尼樂園喔 是不是很讚呢 接著要來開箱房間啦 首先開箱的方形是奇夢同趣房 房間一進來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全身鏡 而且光線非常的不錯 在這邊化妝真的超級方便的 相信女生們一定會很開心 床的部分我覺得軟硬度適中 搭配差到好處的空調溫度 睡起來還蠻舒服的 而另外要跟大家介紹這間房間最大的亮點 就是這個壁廚床 它可以翻下來變成小朋友的床 晚上有壁畫上的米奇 陪著小朋友一起入睡 真的很夢幻感覺超棒的 此外也要特別跟大家介紹這個床頭櫃 它有非常特別的燈光設計 按下開關後可以看見仙城、飛向城堡、點亮煙火 而且中間的鏡子也會有米奇的燈光 非常適合自拍紀念喔 房間內可以觀賞迪士尼電影 推薦大家在房間休息時 觀賞好看的電影放鬆一下 浴室部分 環境相當乾淨衛生 有提供浴缸可以泡澡 好的 以上為奇夢童去房的介紹 酒店還有許多房型可以選擇 都非常推薦大家入住喔 另外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只要入住酒店 就會贈送許多小禮物喔 像是迪士尼的馬克杯 鐵盒毛巾 明信片等 是不是覺得很棒呢 接著要跟大家介紹 酒店內的設施 首先是酒店內的商店 奇妙仙子禮品屋 只要是入住酒店的客人 都可以在這裡購買 上海迪士尼樂園特選商品 就不需要在樂園內排隊抽籤購買了 不過也要提醒大家 在酒店內的商店 有規定一間房間 僅能購買一樣特選商品喔 下一個要介紹的酒店設施 就是適合小朋友玩樂的 米奇兒童遊樂室 裡面提供了許多的玩具 還有播放迪士尼的動畫電影 可以讓小朋友們在這裡盡情玩樂 另外每天也有許多的手作活動可以參加 相當適合爸爸媽媽們帶孩子來這邊放電喔 接著要介紹的酒店設施為 穿頓王游泳池 其以迪士尼經典動畫電影 小美人魚為主題去做設計 泳池為溫水游泳池 提醒大家若是要游泳的話 必須要佩戴泳帽才可以下水喔 下一個要介紹的酒店設施是 哈庫拉馬塔塔樂院 其為位於酒店後方的 熱帶草原主題戲水區和樹梨迷宮 主題部分是以迪士尼經典動畫電影 獅子王為靈感作發想設計 穿梭在樂院中 不僅可以看見許多獅子王電影的經典角色 在夏天時也很適合帶小朋友來玩玩水 消暑娛樂喔 下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 便是早餐的部分 早餐是在羅米亞廚房用餐 其為Buffet形式的餐廳 在餐點的部分有許多迪士尼的相關元素 真的超可愛的 實在是讓人捨不得吃下去啊 此外在用餐期間 有機會看到迪士尼朋友們 出來跟大家見面 若是有遇到 大家也要記得把握機會與他們合照喔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 玩具總動員的店啦 剛剛一路上已經看到很多玩具總動員的元素了耶 真的超可愛的 那我們趕快進去看吧 Let's go 首先 一樣要跟大家分享 入住玩具總動員酒店的好處有哪些 最大的好處 當然就是可以在酒店內 見到超可愛的玩具總動員朋友們啦 又是大家有遇到 絕對要拍照留念喔 另外 其他好處的部分 在前往上海迪士尼樂園的交通方面 酒店這邊有提供免費的接駁車前往樂園 真的超方便的 此外 這裡也和上海迪士尼樂園酒店一樣 只要入住的話 就能享有 自作提前一小時入園的福利 這點真的好加分 再來要開箱房間啦 首先要介紹的是 巴斯光年庭院景觀房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超可愛的房間 裡面真的充滿了超級多 玩具總動員的相關元素 不管是雲朵、壁紙、彈簧狗吊燈、三眼怪等等 真的超級療癒的 而這間房間最大的亮點 就是可以直接從窗邊 看到庭院的巴斯光年雕像 是不是覺得很可愛呀 接著介紹床的部分 床上的鋪床尾巾 有許多玩具總動員的角色 非常的特別 而床墊的軟硬度部分 也是蠻適中的 很舒服哦 另外 房間內同樣也有 迪士尼電影可以觀賞 再來是浴室的部分 浴簾設計非常可愛 有玩具總動員的相關元素 另外酒店也相當貼心 有提供小板凳 供兒童使用 這樣小朋友們在使用上也會方便許多哦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 酒店非常貼心的一點 就是房間內的拖鞋 便條紙 明信片等 這些贈品都是可以帶走的哦 真的是超棒的 總結來說 房間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 就是超可愛 它充滿了超多玩具總動員的元素 不管是牆壁上的壁紙 或是掛畫、吊燈、鋪床尾巾等等 真的都超療癒的 相信粉絲們一定會很喜歡 那酒店還有許多房心可以選擇 大家一定要來入住這裡哦 接著要來介紹酒店內的設施 首先是酒店內的商店 大雄百貨 這邊分售的商品 有較多是與玩具總動員有相關 但同樣也有分售樂園特選商品 與上海迪士尼樂園酒店的商店相同 只要是入住酒店的客人 都可以在這裡購買特選商品 但一樣 一間房間僅能購買一樣特選商品哦 接著要來介紹的是 玩具總動員兒童遊樂室 裡面有提供相當多樣的玩具、童書 同時也有迪士尼的動畫電影可以觀賞 另外每個時段有免費的DIY活動可以參加 非常推薦爸爸媽媽們 可以帶小朋友們來這邊遊玩哦 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早餐的部分啦 早餐在陽光食慧餐廳用餐 其為把分形式的餐廳 餐廳內的餐點選擇相當豐富 除了有中式的餐食 也有西式的餐點可以選擇 另外也同樣有許多迪士尼相關元素的食物 像是三眼怪米糕、花膚餅等等 真的超級可愛的 很推薦大家來用餐哦 那以上就是這次開箱 上海迪士尼樂園酒店 以及玩具總動員酒店的影片啦 這次開箱的兩間酒店 真的都超推薦的 尤其是有小朋友家庭 一定會超喜歡的 重點是這邊 離上海迪士尼樂園 超近也超方便 而且還可以提前入園哦 是迪士尼粉絲的你 一定要來住看看 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